我们今天早上来看《撒姆尔记》第24章 是《撒姆尔记》的结束 是《撒姆尔记》的结束 上下两集的结束 其实这个故事又不是停在这里 其实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 所以这个编者就很想让我们知道 这个故事要结束了 但是这个编者就很想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要结束了 所以他就要有一个《借幕》的程序 所以他就要有一个《羡慕》的程序 其实《借幕》之后又有新的发展 其实《羡慕》之后又有新的发展 讲了几日了 这个《借幕》就包括大卫有两次 来到止住了全国的灾难 这个《羡慕》讲了两次 就是大卫两次来止住这个灾难 大卫也都有两次提到他勇士的名单 大卫有两次提到他勇士的名单 中间就是大卫作了两首的诗歌 中间就是大卫作了两首的诗歌 那《撒姆尔记》就在这里圆满的结束 那《撒姆尔记》就在这里圆满的结束 那我们今天来到看大卫怎样止住了 一个由他一手造成的灾难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大卫怎么样 去止住他一手所造成的灾难 原来君王动一动手就会影响很多人 甚至我们自己做牧羊的 我们做小组长的 甚至我们做牧羊做小组长的 我们要清楚我们跟羊的关系 我们要清楚我们跟羊的关系 我们的说话 我们的举止 其实影响别人的 我们的话语 我们的举止 其实影响别人 求神来帮助我们 好 今天我给一个题目就叫做大卫竹坛 我今天给他的题目是大卫竹坛 耶和华止住瘟疫 大卫竹坛耶和华止住瘟疫 大卫竹坛耶和华止住瘟疫 好 第一段就是一至到第九节 第一段就是一到第九节 这个灾难的起头 这个灾难的起头 大卫是凭血气要来数点以色列民 大卫是凭血气要来数点以色列民 经文说耶和华激动大卫 耶和华激动大卫 耶和华激动大卫 究竟大卫是怎样被激动的呢 其实耶和华激动大卫之前 还有一个潜伏的原因 其实耶和华激动大卫之前 还有一个潜伏的原因 就是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就是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我们就不要想到耶和华经常发怒 又再发怒了 我们不用想说耶和华又发怒 他经常发怒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是以色列民惹起耶和华的怒气 是以色列民惹起耶和华的怒气 耶和华就去到激动大卫 耶和华就激动大卫 是百姓的罪 是百姓的罪 那是什么样的罪呢 我们比较容易想象到就是一种骄傲的罪 我们比较容易想象到的就是一个骄傲的罪 血气 血气 敌党不敬畏神 敌党不敬畏神 觉得自己很伟大 觉得自己很伟大 觉得样样自己都非常之好 觉得样样自己都很好 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人是很脆弱的 在骄傲里面人是会很容易跌倒的 在骄傲当中人是很容易跌倒的 觉得自己很行的时候 其实在灵里面是最不行的 觉得自己很行的时候 其实在灵里面是最不行的 可能他们会开始拜偶像 他们不理会神的话语 他们不理会神的话语 不守神的约 激起了耶和华的怒气 神就激动大卫 神就激动大卫 那大卫为什么会被激动的呢 那为什么大卫会被激动呢 我们说在人的里面 大概有七八种的偏情 在人里面大概有七八种的偏情 骄傲 虚荣 情欲 贪食 等等 其实我们叫他做偏情 我们叫他做偏情 因为他是朝着一个不正当的方向来发展 因为他是朝着一个不正当的方式来发展 那神给人有情欲呢 那神给人有情欲 是造人的时候已经在这个礼物包里面包括了 是造人的时候这个礼物包里面已经有的 使人可以来生育下一代 但当他成为一个偏情的时候 但当他成为一个偏情的时候 就按照着神的心意来发展 就不按着神的心意来发展 神给人有吃的欲望 这个也是一个生存的直觉 这个也是一个生存的直觉 当你发觉你没有胃口吃东西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没有胃口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去到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 我们就去到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 但当你终日想住的都是食物呢 当你终日想到的都是吃的食物的时候 这个就是偏情了 这就是偏情 半面又吃 早晚都不停在这儿吃 泡面又吃 早晚都不停地吃 好像控制不了自己 好像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一种偏情 就是一种偏情 虚荣 虚荣 不断将自己来到膨胀 不断将自己来膨胀 走起来有风的 走起路来有风 好怕人看不到自己 很怕人家看不见自己 其实跟一个人的尊荣是有关的 其实跟一个人的尊荣有关 不过它是一个偏情的法治 不过它是一个偏情的发展 骄傲 其实骄傲就是当了自己是神 其实骄傲就是把自己当作神 觉得自己最重要 觉得自己最重要 这个骄傲都是我们一种的尊严的表达 这个骄傲也是一个人的尊严的表达 是一个自我存在的意识 是一个自我存在的意识 当他来到得着肯定 当他得到肯定 他这个尊严能够发展 他这个尊严能够发展 他能够将荣耀来归给神 他能够把荣耀来归给神 不过我们见到我们太多时候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按照着自己的偏情来发展 按照自己的偏情来发展 觉得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我了 觉得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我 你有没有发过脾气 你有没有发过脾气呢 发脾气的时候呢 发脾气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种骄傲的偏情 不断在那里膨胀 就是我们骄傲的偏情不断的膨胀 当我们在那里操控别人 当我们操控别人 用说话来到操控别人 用话语来操控别人 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是神 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是神 我们很多这一类这样的 我们叫有七宗罪或者八宗罪 我们很多这样子 所谓的七宗罪八宗罪 所谓宗罪呢 宗罪 就是一种潜在的偏情 就是一个潜在的偏情 如果我们不留意 随意让它发展 如果我们不留意 随意让它发展 它就是罪恶的源头 它就是罪恶的源头 如果我们去留意它 如果我们去留意它 按照圣灵的引导 按照圣灵的引导 其实每一样都是好的事物来的 当然我们要喜欢自己 当然我们要喜欢自己 如果我们每天都在道歉 因为自己来道歉 这个人生存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每天都在道歉 是自己在那边道歉的话 这个人生存就没有意义 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谁 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谁 我就会做很多迷失的事情 我也会做很多迷失的事 我也会做很多迷失的事 我们都很怕来做决定 所以偏情本来不是偏的 所以偏情原本不是偏的 好 那耶和华怎么激动大卫呢 那耶和华怎么样激动大卫呢 大卫里面就有这种欲望 大卫里面就有这种欲望 一种权力的欲望 一个权力的欲望 很想知道他有多有实力 很想知道自己多有实力 全国有多少军队 全国有多少军队 他有多打得 他们多能打 其实一数点人口呢 其实一数点人口 很多人就知道准备打仗了 很多人就知道要准备打仗 其实很多时候打仗都不需要数点人口 其实很多时候打仗都不需要数点人口 吹号就可以了 在各城里面来吹号 在各城里面来吹号 那些男丁就会出来打仗 这些男丁就会出来打仗 来护卫家园 来护卫家园 但每一次要出来打仗呢 但每一次要出来打仗呢 但子就落在做妻子的身上 丈夫在那边打仗的日子 丈夫在那边打仗的日子 妻子就要照顾家务 妻子就要照顾家务 照顾儿女 身上脖子都长了 自己搞得很累 脖子都长了 一直等待丈夫回来 就一直在等丈夫回来 看到很多男人回来的时候 看到很多男人回来的时候 其实很兴奋的 其实很兴奋 但当你的男人不能够回家 当你男人不能够回家 心里面很失望 心里面很失望 就没有了个男人 就没有了那个男人 所以大卫这一次要数点人口呢 所以大卫这一次要数点人口呢 其实对于当时的以色列 全国来说是一件震动的事情 对全国以色列来说 是一个震动的事情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 都觉得好像 都好像准备要打仗了 大卫被激动 大卫被激动 他就吩咐人 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 他就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 你有没有试过被激动的时候 你有没有试过被激动的时候 里面各种的欲望冲出来 里面各种的欲望冲出来 有些人是骄傲的欲望 有些是骄傲的欲望 控制人的欲望 控制人的欲望 情欲的欲望 情欲的欲望 我们在不同的时刻 时分里面 我们在不同的时刻 时分里面 撒旦都知道 怎么样来到 和我们交手的 撒旦都知道 怎么样来跟我们交手 你什么时候意志最脆弱 你什么时候意志最脆弱 这个人觉得最自满 这个人觉得最自满 觉得最不分气 觉得最气不过 按下他仔你就发作了 按那个钮你就发作了 大卫现在又在发作了 大卫现在就在发作 又不是他自己的数点人口 不是他自己去数点人口 是吩咐人去数点人口 是吩咐人去数点 有时我都在反省我自己 常常都很想吩咐太太 去做些事的 很多时候都反省我自己 都想吩咐太太去做一些事情 她明明是我最爱的人 她明明是我最爱的人 但我太太的感觉 好像做了我的仆人 但我太太的感觉 好像做了我的仆人 就是我有个思想出来 就是我有个思想出来 然后她就去执行 然后她去执行 我就按她的键 我就是按那个钮 她真的 很不开心 她就很不开心 这些情绪按钮来的 这个是情绪的按钮 那讲话的时候就大条道理 那讲话的时候就很有道理 你不做就不对了 好像你不做就不对了 我看到我太太都是尽量配合的 看见我太太都尽量配合 但这样其实是一种的操控 但其实这是一种操控 是一种情绪的操控 大卫被神按到的键 大卫被神按了那个钮 神容让撒旦去按大卫这个钮 神不容让撒旦去按大卫这个钮 神让撒旦去按大卫这个钮 神让撒旦去按大卫这个钮 大卫就发作了 大卫就发作 他就吩咐人去做事了 他就吩咐人去做事 那就跟他军队的元帅约压来到港 就跟他军队的元帅约压来说 要数点人口 要数点人口 从旦到别士巴 从旦到别士巴 旦就是最北的地方 旦就是最北的地方 在北就是敘利亚 在北边就是叙利亚 下面最南边就是别士巴 下面最南边就是别士巴 数点百姓 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数点百姓好知道他们的数目 其实约压就知道情势不对 其实约压知道情势不对 其实他是要大卫回心转移 他向大卫回心转移 无论百姓多少 无论百姓多少 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 其实我相信从约书亚代百姓 进入加南地 其实我相信从约书亚代百姓 进入加南地 经过了士师的年代 经过了士师的年代 经过了扫罗的年代 经过了扫罗的年代 去到大卫的年代 到大卫的年代 人口是 我想是几十倍这样来增长的 人口是几十倍的增长 愿耶说这样不够吗 愿神来再增加百倍 愿神再增加百倍 使我主我王亲眼看得到 以前那些街道 没有什么人流的 以前街上没有什么人流 现在是很多人的 现在是很多人 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 但是当大卫的制备 那么着的时候 当大卫的那个钮被按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能够阻挡他 其实没有人可以阻挡他 他的命令就胜过约书和重军长 所以是约书带着重军长 来数点人口的 他们就从王的面前出去 他们就从王的面前出去 首先他们过了约旦河 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 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 有加德支派 有加德支派 流变支派 半个马拿西的支派 还有半个马拿西的支派 首先他们就来到加德的谷那边 他们首先来到加德的谷那边 在一个地方来安营 在那个地方来安营 那你想一下数点人口 为什么要军队去安营呢 那你想一下数点人口 为什么要军队去安营呢 是不是很大阵仗 是不是很大阵仗 耶和华也有吩咐过摩西 来数点人口 耶和华也有吩咐摩西来数点人口 当时应该是没有军队 当时应该是没有军队 你觉得是怎么样数点法的呢 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数点法呢 是每一个支派 是每一个支派 每一个宗族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 就自己上报上去 然后就自己上报上去 每一个我们叫族长 我们叫每一个族长 他应该知道自己族系里面有多少人 他应该知道自己族系里面有多少人 因为这个是神给他的祝福来的 因为这是神给他的祝福 所以要派人 好像要监视着 你有没有数漏了 或者是要 那些有人逃避 那我们要捉他 不用说要监视 是不是有数少了 或者是有些人要逃离的时候 但现在真的大军压境 但现在真的大军压境 这些是带着 军队去到各城各乡那里 现在真的带着军队到各城各乡那里 在那里来数点人口 然后又到了基烈和他庭合适地 然后又来到基烈和他庭合适地 去到一个再北点的地方 去到一个再北边的地方 北边就叫基烈 北边叫基烈 基烈是很多岩石的山区 基烈是很多岩石的山区 然后就到了旦的雅庵 然后又到旦的雅庵 我们知道这个叫别士巴 都在旦的境界里面 这个已经差不多去到最北了 这个已经差不多去到最北 就是又回到约旦河的河西 然后又回到约旦河的河西 然后去到西顿 就是去到地中海的城市 就是去到地中海的城市 就是遥了一个北边的一个大湾 就绕了北边一个大圈 然后又去到迦南人的各城 然后又来到迦南人的各城 最后来到犹大南方的别士巴 然后来到犹大南方的别士巴 刚才我说的是淡的地方 别士巴在南边 别士巴在南边 从北方经过地中海的沿岸 来到南方 从北边经过地中海的沿岸 来到南方 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 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 就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那它又不够一年的 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特别 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特别 我还没思想到是什么 但我还没有思想到是什么 其实差十天就是十个月 情商十天就是十个月 是九个月二十天 九个月二十天 差十天就是十个月 差十天就是十个月 有机会再去推算一下 有机会再去推算一下 其实是一段短的日子 其实是一个不短的日子 好 于是约伯就将个答案 说给王听 约压就把答案告诉王 以色列有八十万勇士 以色列有八十万勇士 犹大有五十万 犹大有五十万 好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数点人口了 然后就完成了这个数点人口 是一个军事行动的数点人口 是一个军事行动的数点人口 其实是非常之妖民的 其实是非常扰民的 好 那我们来到第二段 我们来到第二段 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第十到第十四节 数点之后呢 数点之后 大卫就心中自责 大卫就心中自责 被圣灵撞了一下 被圣灵撞了一下 有感觉 有感觉 知道自己错了 经文第二次来到这样讲 经文第二次来说 第一次就是大卫割了扫罗的衣襟 第一次就是大卫割了扫罗的衣襟 他伸手去碰扫罗 他伸手去碰扫罗 割他的衣襟 割他的衣襟 跟着他就自责了 然后他就自责了 所以我们知道 大卫仍然是一个有神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仍然是一个有神的人 他这个心里面的动作 他这个心里面的动作 让我们知道大卫是认识神的 让我们知道大卫是认识神的 他知道自己做错事 他知道自己做错事 不过这件事很值得我们去想的 不过这件事很值得我们去想 你最近被圣灵撞了一下 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一路听我们继续想 大卫被圣灵撞了一下 他就祷告耶和华说 他就祷告耶和华说 我行这事大有罪了 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他知道犯了一件大罪 他知道犯了一个大罪 他就求神去除掉这个罪 他就求神除掉这个罪 他所行的甚是愚昧 他所行的甚是愚昧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骄傲呢 我怎么知道我们是骄傲呢 怎么知道我们是凭血气呢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凭血气呢 是一意孤行 是一意孤行 没有人能够抵挡我的 无人能抵挡我的 没有人能够扭转我的 没有人能够扭转我的 明知错都要撞上去的 明知是错都要向前撞 整个的行为我们叫愚昧 整个行为我们称之为愚昧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完全没有思考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完全没有思考的能力 只知道自己里面的欲望 只知道自己里面的欲望是什么 就一定要达到 你说圣灵是不是需要撞我们一下呢 你说圣灵是不是需要撞我们一下呢 神在这个时候去触摸我们 其实我们都没有感觉的 其实神在这个时候触摸我们 我们都没有感觉的 是会一直冲的 是会一直冲的 撞到流鼻血了 撞到流鼻血 就知道自己有多愚昧了 就知道自己有多愚昧 在这个时候圣灵就撞了大胃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就撞了大胃一下 他就自责 他就自责 这个祈祷好像很简单 这个祷告好像很简单 求你除掉仆人的罪 求你除掉仆人的罪 你知道这个代价有多大吗 你知道这个代价有多大吗 后面我们就知道了 后面我们就知道了 有时候我们祈祷就是以为 讲完了了神 赦免了我的罪了 那我就脱身了 那我们很多时候祷告觉得 神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就脱身了 其实是有代价的 其实是有代价的 在家庭里面有代价的 在家庭里面有代价的 在一些夫妻关系 在同儿女的关系有代价的 跟夫妻的关系 跟儿女的关系是有代价的 我们凭血气去说话 有的时候我们凭血气来说话 我们在那里骂对方 我们觉得都是冲口而出 其实每一句说话 都入了对方的心里面 所以求神拿走我们这种愚昧 所以求神拿走我们这个愚昧 是听得到的 是听得到的 对方是受到这个撞击的 对方是受到这个撞击的 你这样继续骂儿女呢 你这样子继续骂儿女呢 她会失去志向的 她会失去志向 并且她会越来越跟你疏离的 而且她会越来越与你疏离 有一天你跟她讲话 她不会再听的了 有一天你跟她讲话 她不会再听的 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累积那个后果 当我们要消除这个后果的时候 其实要付的代价很大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总是以为 耶稣已经为我承担一切的了 我们总以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一切了 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背负了我一切的罪业 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背负了我所有的罪念 连我自己背不起的罪业 他都为我来承担 连我背不起的罪念 他都为我来承担 没错 他一定为我们承担的 没错 他一定为我们承担的 但是你说有没有结果的呢 但你说有没有结果的呢 有没有后果的呢 有没有后果的呢 是有的 是有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大卫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来看看大卫后来发生什么事 大卫早起的时候 耶稣的话就临到加德 大卫早起的时候 耶稣的话就临到先知加德 先知就来见大卫了 先知就来见大卫了 我们看到神做事两条线的 我们看到神做事有两条线 一就是这个人心里面 去激动他 一个就在他人心里面去激动他 或者去撞击他 或者去撞击他 那你知道自己有罪了 你知道自己有罪了 你冲口而出向神认罪 其实呢 没够的 其实还不够的 神要派一个先知来 神要派一个先知来 面对面地跟他说话 面对面跟他说话 因为有时我们只不过 意念地飘过而已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意念飘过 那我又很自责了 我们就很自责 跟着就没有东西了 然后就没事了 那我又去吃早餐了 我就去吃早餐 大卫作王又例行公事了 大卫作王又例行公事 本来应该就是例行公事 很简单而已 本来就是例行公事很简单 那刚才那些自责是可以忘记他的了 但刚才那些自责可以忘记 怎么知道今天上庭的时候呢 怎么知道今天上庭的时候 有个先知来见他 有个先知来见他 那就开始真实了 就开始真实 不是一个意念的转动 不只是一个意念的转动 只是一种自责 只是一种自责 先知来见大卫 先知来见大卫 神这样来吩咐加德这样说 神这样子来吩咐加德要这样说 你现在知罪 那有三样的灾难 有三样的灾难 你选择一样 你选择一样 好让我降与你 那是哪三样呢 是哪三样呢 一个是七年的饥荒 一个是七年的饥荒 上次在二十一章 我们已经提到一个三年的饥荒 上次在二十一章 我们已经提到一个三年的饥荒 是因为素罗家所造成的 所以素罗家要来承担 第二就是在敌人面前来逃跑 第二就是在敌人面前逃跑 被追赶三个月 第三就是国中有三日的瘟疫 第三个就是国中有三日的瘟疫 被人追赶 被人追赶 我想对于大卫来说 这个真的是恶梦来的 对于大卫来说 这真的是恶梦 就是恶梦中的恶梦 是恶梦中的恶梦 神也很知道大卫的想法 神也很知道大卫的想法 大卫其实最想逃避就是这件事了 大卫其实最想逃避就是这样 他曾经被素罗追赶 又被亚沙龙来追赶 又被亚沙龙来追赶 但原来这个功课未学好 但原来这功课还没有学好 神一样会让大卫去面对 神一样会让大卫来面对 其实我们自己都是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 未学好的功课 还没有学好的功课 会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重复 直到我们真的愿意去面对 直到我们真的愿意去面对 你会见到一个pattern的模式出现 你会看见这个模式重复出现 一直不肯去学 一直都不认为自己的问题 一直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一直觉得是别人对我的不好 一直觉得是别人对我不好 继续发生 因为如果我不改变 因为如果我不改变 那我的问题当然是追着我的了 我的问题一定是追着我 真的不关别人的事 不过因为我这个不改变的问题 影响到别人 但因为我这个不改变的问题 影响到别人 以前影响到A B C 以前影响A B C 现在E就来了 现在E就来了 我不改变 我不改变 我还会继续得罪人 我还会继续得罪人 一直数到Z 一直数到Z Z最后的字母 Z是最后一个字母 仍然会有人起来追赶大卫 仍然会有人起来追赶大卫 求主来帮助我们 知道自己生命里面这些模式 知道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模式 第三样东西就是三日的瘟疫 第三样就是三日的瘟疫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开始熟悉什么叫瘟疫 以前觉得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用的字眼 以前都觉得这是圣经里面所用的字眼 为什么你跟我今天会戴着口罩呢 为什么你跟我今天会戴着口罩呢 就是我们在瘟疫当中 就是我们在瘟疫当中 我们开始认识瘟疫 我们开始认识瘟疫 很可怕 很可怕 你知不知道自从有COVID-19开始有多少人死呢 这个经文讲有七万人 但我昨天看一下那些数字 可能我都会记错 应该超过三百万人 在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面 瘟疫杀了三百多万人 神说大卫你选 大卫知道没有一个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无论哪个选择 但无论哪一个选择 他都要承担自己的愚昧 自己的血气 自己的偏情发动 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那么最低限度这件事呢 是他所认识的 是他所认识的 他所认识的神 他所认识的神 是有怜悯的 是有怜悯的 好 那我们就来到第三段 十五节至于第十七节 我们就来到第三段 十五到十七节 耶和华就降瘟疫了 耶和华就降瘟疫了 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 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 这个锁定的时候 是不是去到第三天呢 我们不知道 这个锁定的时候 是不是去到第三天 我们不知道 因为中间有件事发生了 因为中间有一件事情发生 就是从淡到别是吧 民间就死了七万人 民间死了七万人 那我又觉得 就是有两个可能性的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就是瘟疫没有眼的 就是第一个就是瘟疫没有眼睛 不过瘟疫会特别审判 一些骄傲的人 但瘟疫会特别审判 那些骄傲的人 人都说要戴口罩了 人都说要戴口罩了 要做各样的防御设施了 要做各样的防御设施 但我总是这样走来走去 那我总是这样子走来走去 那我应该是 第一个中招的人 我是第一个中招的人 最骄傲的人 是最骄傲的人 最自恃的人 最自恃的人 瘟疫自然就找到他 瘟疫自然就找到他 好 那大卫呢 就是经文讲 就是天使向耶路撒冷 伸手要灭城的时候 经文讲到天使 向耶路撒冷伸手 要灭城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解释瘟疫 就知道是病毒了 那我们今天解释瘟疫 就知道是病毒 经文的讲法就是 天使伸手 那经文的讲法就是 天使伸手 是灭城 要灭城 整个城都要遭殃 整个城都要遭殃 是向耶路撒冷伸手 是向耶路撒冷伸手 耶路撒冷伸手 耶路撒就后悔 不降这灾了 耶路撒就后悔 不降这灾了 大卫真的认识神的 大卫真的认识神的 神会后悔 不降这灾 神会后悔 不降这灾 不过首先 有七万人 已经遭殃了 不过首先 有七万人 已经遭殃了 神就吩咐天使 够了住手吧 神就吩咐天使说 够了住手吧 当时天使在哪一个位置呢 就是耶布斯人 亚劳拿的和场那里 就在耶布斯人 亚劳拿的河场那里 这是一个伏笔 因为这个和场 跟着就会变成 一个献祭的地 一个祭坛 因为这个河场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祭坛 到最后 它会变成耶路撒冷的圣殿 的基祭 它会变成耶路撒冷 圣殿的基祭 不单止神 叫灭命的天使 停手 不单止神 叫灭命的天使 停手 大卫都忽然之间 看见 大卫也突然之间 看见 看见这个灭命的天使 看见这个灭命的天使 经文说是灭命的天使 经文说是灭命的天使 大卫就祷告耶和华 大卫就祷告耶和华 我犯了罪行了恶 我犯了罪行了恶 这群羊 做了什么呢 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 我的父家 愿你的手攻击我 和我的父家 大卫忽然之间 有个转变 其实这个都是很关键的 这也是很关键的 神后悔不要再降这个灾 大卫开始有个转变 以前他觉得自己是君王 以前他觉得自己是君王 他的旨意无人能抵挡 我们说在我们的偏情发动的时候 我们说在我们偏情发动的时候 无人能抵挡我们的旨意 无人能抵挡我们的旨意 何况当我们是君王呢 何况当我们是君王 站在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呢 站在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位置 其实君王和百姓已经分不开了 其实君王和百姓已经分不开了 是绑在一起的 君王犯罪 百姓遭殃 百姓激怒耶和华的怒气 耶和华就激动大卫 其实是整个生态一个循环 其实整个生态一个循环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不过大卫突然间有个转变是什么呢 但大卫突然间有一个转变是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无可抵挡的君王 他变成了一个牧者 他里面的kindness开始出来 他里面的kindness开始出来 他自己困扬做了什么事呢 他说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有一个很血气的人 一个很血气的人 开始有kindness 我怎么容让我的百姓这样来遭养呢 我怎么能容让我的百姓这样来遭殃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大卫真的开始承担自己的罪 大卫真的开始承担起自己的罪 我们是值得的 我们是值得的 这群百姓是无辜的 这些百姓是无辜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 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们应该激得神很紧 他们真的把神气得很要紧 神才会激动大卫 神才会激动大卫 其实谁能够说自己是无辜的呢 其实谁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呢 神就叫加德来见大卫 你上去 神就叫加德来见大卫 对他说你上去 去主坛 第十九节我们见到大卫有一个转变 在第十九节我们看见大卫有一个转变 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 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 大卫开始顺服 照着加德的话 照着加德的话 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 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 他就顺服了 从一个无可抵挡的君王 从一个无可抵挡的君王 无人能够违背我的意愿 无人能够违背我的意愿 现在他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愿 现在他可以放下自己的意愿 他顺服下来 当时亚劳拿见到他 就向他来下拜 当时亚劳拿看见他 就向他来下拜 大卫说我要买你的和田和墙 大卫就说我要买你的和茶 为耶和华主一座坛 使民间的瘟疫指住 使民间的瘟疫指住 好 阿劳拿就说你做什么都可以 亚劳拿就说你做什么都可以 这里有牛可以做反祭 这里有牛可以做反祭 甚至有器具你可以当柴来烧 有器具可以把它当柴来烧 我一切都奉给你 我一切都奉给你 愿耶和华你的神越纳你 好 王就对阿劳拿说 王就对亚劳拿说 我不肯用白德之物作反祭 献给耶和华我的神 我不肯用白德之物作反祭 献给耶和华我的神 大卫是不是其实可以收这份礼物呢 其实大卫是不是可以收这份礼物呢 他可以吗 甚至不觉得有良心的责备 甚至他不觉得有良心的责备 他的百姓 他的属民 把这个地 将这个牛 将这些献制的工具来奉上给大卫 是他的百姓 他的属民 把这些牛 这些献祭的工具献给他 叫做属民 属于他的百姓 就是属于他的百姓 做君王和百姓的关系 他完全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 做君王和百姓的关系 他们完全可以做这件事 但现在大卫说 我不肯白用你百德之物 但现在大卫说 我不肯白用你百德之物 王放下自己的prerogative 王放下自己的prerogative 你可以说他的专利 你可以说是他的专利 他的优势 他作王的这份权柄 之前是无可抵挡的 之前是无可抵挡的 现在他全部放下 现在他全部放下 我不要 我不要 就用了五十四克勒 买了个和尝和牛 就用了五十社克勒 买了和尝和牛 第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 足了一座坛 献饭祭和平安祭 如此耶和华 谁听国民所求的 瘟疫在以色列中 就止住了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献饭祭和平安祭 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 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经文说是耶和华听国民所求的 经文说是耶和华听国民所求的 当瘟疫遍地蔓延的时候 其实个个都在祈祷 求你将瘟疫来到免除 但一直祈祷 神都不答应 所以这不只是大卫的事 大家都想瘟疫离开他的家 但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 建筑了这个祭坛 直到大卫建筑了这个祭坛 在那里献平安祭和烦祭 耶和华就听百姓所求的 王做对了 百姓就讨告蒙神的英文 百姓的祷告就蒙神应允 瘟疫就止住 撒末尔基就在这里停下来 大卫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他作王 他有很多特权 他的旨意无人能抵挡 但是可以做很多愚昧的事 但可以做很多愚昧的事 其实我在想 我在想 这件是不是唯一大卫做的愚昧的事呢 这是不是唯一大卫所做愚昧的事呢 当然百姓巴那件事又是 但别姓巴的事情也是 是不是只有两件事呢 是不是只有两件事呢 那很明显就是这两件事 那很明显的就是这两件事 但作为王呢 但作为王 他可以做更多的错事 可以做更多的错事 明显的就是这两件 明显的就是这两件 我们都求神给我们这种知罪的心 我们都求神给我们这个知罪的心 很多时候圣灵撞了我们 我们是当没有事情发生的 我们当没有事情发生 我们是不感觉到的 我们感觉不到的 当你感觉到 又有别人这样来提醒你 又有别人来提醒你 你就知道神真的要我们去面对 你就知道神真的要我们去面对 我就有个这样的感觉 我就有这样子一个感觉 用这个竹坛献祭作为全书的总结 用这个竹坛献祭作为全书的总结 其实是一个最适合的事 其实是一个最适合的事 没有任何事比这样的事情更适合 作为一个君王 他能够在神面前 看对自己的错失 在神面前讲他自己的错事 看到他跟百姓的关系 看到罪那种要承担的代价 看到罪要承担的代价 我觉得大卫 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觉得大卫值得我们去学习 也值得我们每一个男人来学习 也值得我们每一个男人来学习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真的是这样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来敬拜助 祝祢在神面前 我们一生也说 欢迎祢 欢迎祢来到我们当中 欢迎祢赐下谦卑 祢在我们当中 我们也说 翻向我们 求你神 我奔上我们 你请我们放下 世上所爱 举手 世间可不定 亲爱圣灵 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 亲爱圣灵 欢迎你了 圣灵 我们 真欢迎你 圣灵 我们 真欢迎你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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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 教导 你的耳语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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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圣灵 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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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在我身上完整新的工作 在鼓勵 和我抱怨 請來勝利 我們懷疑 請來勝利 懷疑你我 勝利 我們懷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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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我們爭懷一地 求你生活分上我們 你對我們邦向世上所愛 隨雙手是誰可不依 請在勝利我們歡迎我們歡迎 請在勝利歡迎你來 願意奇妙同在 願意奇妙同在 願意奇妙同在聖筆 將迷信你教導你的任律 在勝利變成你音樂 請在勝利我們歡迎我們歡迎 請在勝利歡迎你來 願意奇妙同在聖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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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上完成心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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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要完成心的功夫 請在勝利我們歡迎我們歡迎 請在勝利歡迎你來 請在勝利我們歡迎我們歡迎 请来圣灵 欢迎你来 请来圣灵 我们欢迎 请来圣灵 欢迎你来 圣灵我们欢迎你来 圣灵我们多谢你已经来了 你今早要撞击我们每个人 并且你现在已经撞击我们 圣灵我们多谢你 有你的光照 是神何等的恩典 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人 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 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 但是圣灵你愿意来帮助我们 圣灵求你现在来激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 主啊我们都是犯罪得罪你 全地都是犯罪得罪你 主你赏免我们 我们得罪你 主你赏免我们 主啊你将一个忧伤痛悔的心 给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 我们是如此的犯罪得罪你 主 弟兄姊妹我们开声 我们为到我们自己 为到我们的城市国家 我们一生的面前去承认 我们真是大大的得罪神 我们一起开声去祷告 主啊我们大大的得罪你 主啊我们真是大大的得罪你 主啊我们真是大一切 就立刻穿 主要求你来赏免我们 做了很多事情 让你忧伤 让你难过 主要求你来怜悯我们 主要求你来赏免我们一切的无知 我们一切的过犯 我们一切的骄傲 主要求你来赏免我们 弟兄姊妹 我邀请大家跪在神的面前 我们代表我们自己 代表我们的家族 求真是怜悯 赏免我们 我们的情绪也有很多暗瘤 当别人满足不了我们的期待 我们的期待落空 主啊 我们就立刻发脾气 我们立刻不满足 里面讲不清的骄傲 主啊 求你来赏免我们 圣灵呀 求你 圣灵呀求你一刻来帮我们 甚至是我们对罪沒有感觉 对罪的人 我们偏偏要去行徒不所喜悦的事 也就是我们没有感觉 祝我们都是愚昧的人 圣灵啊 你这一刻来帮我们 求你来念吻我们 圣灵啊我们很需要你 圣灵有更多的光照 圣灵啊你帮助我们 再一次让我们的心有感觉 祝我们对自己的罪有感觉 祝我们汗墓大胃的一份心中自责 祝我们生命中做了很多骄傲的事 靠自己的事 祝我们想做就去做 祝我们有很多的不听 祝你试过透过我们的另一半 透过拳兵 甚至你自己去提醒我们 但是主我们却不听 我们一意孤行 我们靠自己 主啊我们只听自己的声音 主啊我们没有听你的声音 圣灵啊你再一次 你再一次让我们心中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啊我们真实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 主啊我们真是不听啊 主啊我们真是不听啊 主啊你见了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的环境 去告诉我们 但是主啊我们真是不听的一群 主啊我们的软弱 在我们里面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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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犯错 主啊你赦免我们 主啊你来赦免我们 主啊你来赦免我们 我们认识你 但是主啊我们从来都没有依靠你 主啊你赦免我们 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是靠自己 主啊你赦免我们 常常都自我感觉 可能觉得自己做的是对 别人做的是错 主啊你赦免我们 主啊我们只是看到我们 另一半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主啊我们见不到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骄傲 主啊你赦免我们 主啊你赦免我们 用我们的手去做我们的事工 做我们的工作 做我们很多的计划 但是主啊我们没有来侵求你 主啊你赦免我们 主啊我们四景平安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骄傲 主啊我们忘记了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主啊你赦免我们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 主啊我们回转 主啊我们回转 主啊多面对瘟疫 多面对人生很多的问题软弱 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再靠自己 你赦免我们为了我们生命里面的 做我们的软弱做一次呼求神 我们会主去到神的面前 主啊要不然我们改不了啊 主啊你帮我们啊 主啊你做一次把能听的以悔改的心去给我们啊 主啊你帮我们啊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啊 主啊我们的不听啊 承认啊你帮助我们啊 主啊你做一次把谐卑的心 承认啊你帮助我们啊 主啊 manifold zawsze 替你 怎么办 主也帮助我们啊 潮起 祈祢救助我們 祝祢救助我們 招聚我們為祢掙扎 祝我們同行尋求 祢的過度 祢的供應 求祢赦免我們 得罪了祢 從今天起我們要 神父祢指引 祝我們真實的悔改 會轉到祢面前 祝我們悔改在祢面前 祝祢赦免我們 祝救祢再一次連吻我們 許祢提醒 祢再次次下祢恩典 再次次下憐憫 祝祢所在我们身边 为祢而好 以神套祢喜悦 圣灵我们多谢祢 多谢祢重重地撞击我们 祝我们的功课都未学好 重复的问题不断地发生 上上一个安楼 一按我们就着 主啊今天我们去到祢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过犯 大卫数点八星以后就心中自责 通告耶和华说 我恨这事大有罪了 耶和华 求祢脱掉伯人的罪业 任我所行的心是愚昧 帝兄姐妹我们开声 我们一起站立祢呼求神 求神祢脱掉我们的罪业 求神脱去我们一切 重复所犯的过犯 求神祢再一次祢联吻我们 希望在这一切都做后果 求神祢肯从我们一切都做而树 stenlicht 祝我們一起為君的歸行 祝我們城市的歸改 會站到你面前 祝我們還要恢復 祝你捨滅我們的罪 借起我們的心 住在此次下的安典 住在此次下憐憫 就聽說的我們生命 為你安活 一時生靠你起眼 祝我們城市的歸改 會轉到你面前 祝你捨滅我們的罪 借起我們的心 住在此次下的安典 在此次下憐憫 確定所在我們生命 為你安活 一生靠你的喜悅 祝我們願意在你面前 立志一生來討你的喜悅 祝我們真是做了很多 愚昧無知重複發生的罪 但祝今天我們願意全然的悔改 全然的悔改 是一生我們做錯了 但我們今天悔改在你的面前 祝我們要獻上犯罪 我要請我們所有的族長來到台前 圍成一個圈 其他弟兄姊妹請我們三個人成為一個壇 我們求神祈祝我們這個祝壇的先知性恨當 求神祈祝一切的瘟疫 我們所有的族長 其他的三個人三個人四個人四個人 其他四個人四個人一起祝壇 四個人四個人 其他的族長我們來到前面 所有的族長來到前面 所有的族長來到前面 我們四個人四個人 首先的弟兄姊妹 我們輪流開聲簡短的討告 討告就是將你自己再一次奉獻給神 在神面前你再一次說 神啊我將我自己獻給你 另外我們每一位族長 我請你們一切亦都去開聲 代表我們整個的族系 代表我們整個的教會 代表我們整個的香港 我們再一次將自己獻上 救神來結成這個地圖 然後我邀請貼身牧師代表我們 我們約族長來向神祈禱 我請大家一切輪流開聲來祈禱 簡短的 將你自己獻上 輪流一個一個來祈禱 簡短的 主要求你來結成我們的罪 主要我現在將我自己獻上 主要求你來越納 主要我們承認我們的過分 主要求你來越納 我請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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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還是來到你面前 主要代表六億的眾目者 組長 小組長 所有的同工 所有的弟兄姐妹 神學生 爸爸在早晨 我們來到你面前 我們說我們把自己 再一次奉獻給你 主耶穌不只是我們自己 把自己奉獻給你 父母也把教會奉獻給你 把香港這塊土地奉獻給你 主啊 願你的靈烈天而降 在我們的當中 主耶穌我們歡迎你 我們歡迎你 我們放下我們生命當中 所有不屬神的邪情私欲 主啊 我們單單分別為聖 歸給你 弟兄姐妹 我奉耶穌基督名 來祝福你 神要將他美好的屬性 放在你的生命當中 神要用他的溫柔 謙卑 來替代你裡面一切的暴怒 跟驕傲 神要用他的平靜安穩 來替代在你裡面 因為怕缺乏 因為擔憂明天 而帶來一切的憂慮 中斷 愁煩 我更奉耶穌基督名 宣告 神要將他的盼望 放在你的裡面 因為你知道 你未來的每一天 都充滿從神而來的喜樂 平安 還有得勝 我奉耶穌基督名 來大大的祝福你 神各樣美善的品格 要充滿在你的生命當中 所有一切不屬神的 甚至如同今天的經文 第一節所說的 以色列人又惹耶和華 發怒 這些惹神發怒的黑暗詮釋 都要從你的生命當中 完全的離開 在你生命當中 一再重複的軟弱 一再重複的瑕疵 一再重複 不屬神的 我奉耶穌明宣告 這些的城牆 這些的堅固營累 都要在你的生命當中 一個一個的倒塌 一個一個的倒塌 替換上來的是屬神的美善 屬神的生命 屬神的屬性 屬神的美好 我更奉耶穌救命來祝福你 大衛是君王 他在雅劳拿的合唱 他為耶和華組了一座坛 孩子你是聖靈的殿 你就是那座坛 你就是那座殿 你就是那個金香爐 我奉耶穌明祝福你 在你的裡面 金香爐的煙 二十四小時不斷絕 你是一個禱告的人 無論你走到哪裡 這個禱告的火 就一直伴隨你 這個禱告的靈 就一直環繞你 你口所說出來的 每一句禱告的話語 都如同金香堂上面的香 遙遙不絕的 去到神的寶座前 神聞了 這禱告的辛香的氣息 神就要施恩 赐福給你 我更奉耶穌明 來祝福你 你坛上的祭物 是不斷絕的 這個祭物代表的 是你對神的愛 你對神的熱情 你對神的慷慨 你對神100%的尾聲 全然的獻傷 我奉耶穌明祝福你 當你能夠這樣對神 神的恩典 就要打開天上的大門 寢福在你的身上 寢福在你的家 也要因為你 要寢福在香港這片土地上 所有的瘟疫 要在這塊土地上 忽然之間的消失 神要賜下喜樂 還有健康跟一切的豐盛 我奉耶穌的名將大大的祝福你 靠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Amen 祝福大家